大家看一下我们机制栽培的番茄长得怎么样 有朋友问我就是我们做这个栽培的机制 这个机制能用多长时间 实际上这个栽培机制可以无限次重复使用 这样情况下就大大降低了你这个无土栽培的种植成本了 你永远不用担心 就每一茬我是不是都要去重新选机制换机制了 只不过是我们在换茬的时候 我们要对机制进行处理 第一个就是为了防止上一茬时候残留的一些肥料在机制里面 就是我们常说的盐分 我们换茬的时候要把它清洗掉 第二个就是植物的根系 它在生长过程当中 它的根系是会分泌一些 好比说自毒物质或者是毒榻的物质 好比说有脊酸类的 这些对作物下一茬种植都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说我们在换茬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些东西给它清除掉 所以说我们在机制换茬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水去进行冲洗 就把这些东西 盐分 包括分泌物 我们全部给它冲洗掉 冲洗掉以后呢 这个机制就和我们第一次使用的新机制 区别就不是很大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再重新栽种下一茬 无论是同一种作物或者是其他作物都没问题的 有些朋友经常说嘛 说无土栽培最大的好处 不就是哪一个可以预防冲茬问题吗 实际上冲茬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啊 你把冲茬问题解决了以后 实际上你解决了一个很大问题 它可不是一个小问题 第二个呢就是降低了很多的人工成本 因为在地上茬的时候 你机制不用动了 你不需要分地了 不需要装机制了 等等东西你都不需要了 你直接用半天时间清洗完以后呢 那么剩下的你就是再继续栽种新的作物就可以了